好,各位鄉親,我們今天自民自憲要來講第133天 已經是三四年了,我們每週都有新的熱門的題目 今天很熱門的時間,我們認識一個基本上的問題 要請台南的主席主席,祖宁安 祖宁安,他要做過台南的議員,要做過秘書長 所以大家都認識他,他很熱鬧 他現在說的就是很重要的,主要的議題 不是你說你的百歲夠的事情 是你說我們台灣的人力如果沒什麼夠 尤其工廠也不夠人,貫富也不夠人 所有人不夠人的事情要怎麼處理 我們可以把各樣的人才,各樣的人力充益來補足 年恩,我來介紹什麼,不然你再自己補了 OK 好,這樣交給你,讓你來講 好,可能大家來發表意見,看你做研究要怎麼補充 分享,補充來研究看怎麼會比較好 好,我們各位順序還有可能世界各國的朋友 大家好,我是周宁安,今天是2024年4月1日 大家都在看一些政治的題目 我想今天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一個我們台南已經說應該是快20年了 十幾年有了 之前我來台南以後就聽高維邦 台商投資中國受害的台商高維邦理事長 他在拿去這個事情 那那個時候我也沒有說很了解 因為我不是上班的人 我是上班的人,不是老闆 那那個高理事長他是老闆人 然後他又有去中國投資 然後這個整個工廠有去讓中國人吃去 有這樣子的一個遭遇 那時候他們就提出說 本外勞薪資應該要脫鉤來看這樣子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直都是綁在一起的 那經過這些年 我想大家 其實如果說家裡面有老大人 還是說有破片的人 還是說我們有開公司 一些一些三種 現在已經是各行各業都在欠人 的總控制 我覺得台灣真的要進入到另外一個思考 除了這個藍綠對抗無外 其實大家有發現 其實在這個議題上面 藍綠是合在一起的 那為什麼藍綠合在一起呢 因為在聘請外樓這個部分 在背後 其實它有很大的利益 在裡面 那這個利益呢 如果沒有把它聽開給大家知道 那不關這些人這些 都一個政黨 這兩個大黨的事情 他們對這個議題 他們都是說 這就是要有人權 這個要公平 那實際上 因為 就是為 古尼族尼 之前也有 對一些本勞 外勞薪資 要不要脫鉤這個議題 那我們也有寫過幾篇文章 想說透過這個文章 我們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說 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在說 人權 人權 但是 這樣 如果我們這麼有人權 有什麼 就是 逃逸的外勞 逃逸的外勞 還有 背板歸的現主席 在你這麼 這麼好的制度下面 這個 勞健保啊 通通都有 而且呢 像 比如說 一定是菲律賓吧 菲律賓的話 他的勞動契約裡面 雖然說 明目上面是 我們是可以扣 外勞的 食跟素 大到吃 吃到大 不然說呢 像菲律賓他就是說 你不可以給我的員工扣喔 他的勞動契約 另外 又定了 所以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用這個 基本工資來補充 這些外勞的情況之下呢 他們的食跟素啊 其實都是雇主在支付 好 我們來看一個公平店 店來看 其實我們去吃頭路 我們的食跟主 都是我們要自己出 我們是本路 但是 外勞來到台灣 他的吃跟住 是雇主要來支付 那這樣子來看的話 不是 本外勞薪資一樣多的 其實是外勞 比我們的本勞更多 這個 這是一個 給大家去疏忽的一個議題 那 因為在這個 這個 這個裡面啊 這個議題裡面呢 因為 牵涉到很多 包括說 他有一些外勞的配額 跟收費的問題 他有些配額啊 那以前的配額就是 多少 我們 我們台灣 還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說 我們需要的 我們很多家庭 其實需要幫傭 就是說來 到做 家屬 幫忙 可能是 帶孩子 這樣子 我沒有生病 但是我需要幫手 那 但是呢 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種 幫傭的名額 又非常的少 啊 所以呢 你一定要用一個 比如說家裡有 看白的老大人啊 還是說看白的人 然後需要照顧的時候呢 你可以用巴士量表 來可以做申請 那巴士量表呢 它又非常的嚴格 那所以呢 其實我們台灣的這個 亂象 是真的 呃 其實好像 你看起來是有法令 在那邊 但是呢 大家很多的 呃 很多的 呃 有時候甚至有聽過就是 還要 給醫生 一點 費用 然後他幫你開個你的巴士量表 是嚴重的 然後你就可以請到 你需要的人 是這樣的情況喔 所以這樣你看 哇醫生也 也違法了 然後這個 我們家裡想要找一個幫忙的幫手 那我也違法了 然後呢 我們現在喔 其實幫忙跟看護工 又不一樣喔 所以呢 你現在請一個看護工來 他要做的工作 就是看護工 他不是做 他不能煮飯 他就是在看護 你要我看護的那個人 等等的 所以呢 其實台灣呢 有 在這個本外勞 在外勞的這個部分有太多的亂象 那當然 這個問題 牽涉到一個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 呃 少子化非常的嚴重 就是說 我們的 呃 這個出生率 現在好像從去年還是前年開始嗎 我們的死亡率已經大於出生率 這個情況喔 所以呢 就是說我們也是一個非常欠缺勞力的狀況 之下 那國家要怎麼去思考說 我們有一些勞動力的補充 要進來到台灣 才能維持我們現在的這些經濟的發展 我想這個部分是 應該是 我覺得 欸 是賴總統吧 我們希望說 賴總統在這個部分 等他上任之後 他可以在 呃 這個地方呢 多做一些琢磨 因為 這個 外國人進到台灣來 這是一個 呃 也算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那有些人說我們可能 因為現在差不多是100萬人 喔 75萬 那個 全國 藍白領啦 超過100萬 但是如果是藍領的話 可能是 75萬 左右 因為有些工場 需要 然後 這個 那我們台灣 其實 對於這個外 外勞的部分呢 我們也 我們的政府也沒有專責的單位 呃 來去協助幫忙 外交部 外交部也沒有 他們外交部就是主要做這個 呃 跟外國交流的 然後勞動部呢 勞動部裡面 他就是 呃 又是好像都是勞動的權益等等 完全沒有一個外勞事務 的一個 或是移民事務的一個單位 所以呢 其實 這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部分 呃 我們想看看啦 因為台灣的開放外勞 已經超過30年了 我們1991年 那時候開始 然後那時候是因為用一些 呃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們在 做 哦 我知道他們做什麼高速公路啊 那個 一些需要很 很大量的人力的時候 所以那時候很多都是從菲律賓 然後引進的外勞 然後是男生比較多 那時候 那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了 所以喔 有一些法令 已經是 就是不符合 當時候的一個狀況了 然後 這個 呃 外勞的政策 我們台灣也是非常的雜亂 所以我之前才會說 欸 其實人家 新加坡 他們就好小好小喔 其實我 這個 早上還去 呃 大家可以去 連那個 其實新加坡 外勞的制度 我們台灣人也有去考察 喔 台灣的政府也有去考察 啊 勞委會 你看 你如果Google的話 真的可以找得到 我用給 欸 看不到 好 新加坡 香港外勞制度考察 喔 然後這時跌2005年了 所以是20年前的 他們都有去考察 然後 新加坡 為什麼他們有逃逸外勞 因為他罰的很重啊 喔 他罰的很重 然後呢 他也有相關的規定 所以你進來這裡 你就是來工作的 而且他有分不同的 不同的 你是 不同的產業以外 他有 你是家裡幫庸的 還是說你是看護工 還是你是做 這個 特定的 高階的行業 通通都有 所以喔 我們會看說 欸 你其實 20年前我們台灣都有 去考察耶 去香港 去新加坡考察 那為什麼呢 我們還會今天做成這樣 看起來好像很有人權啦 看起來好像是人權的 但是呢 我們台灣現在的 本外勞的問題是這樣喔 就是說 台灣給予外勞 幾乎是很充分的保障 但是呢 卻沒有去看到 我們的僱主 還是說 我們的相關的這個從業人員 也就是本勞的從業人 他的合法權益啊 這個部分 所以 我們才要這個 這個應該是什麼呼籲啦 侯優 侯優說 這個 賴總統 他上任以後 在這個 勞動力的這部分 一定要好好的去 去整個審視 然後去做一些改變 改革喔 比如說啦 我剛才說的外勞的配額啊 30年之前 他有規定了 規定說 電阻液 它是10% 那一般的傳統三液 你可以20%至35% 那不理過呢 其實 這種收入 應該 現在都 就是 不夠用啦 不夠 不夠使用 可能就是 如果這些三液 你像說 服務業 我們的農業 我們的漁業 我們的畜牧產業 那個家庭的看護 還有 這個房屋 那些是基層的一些 路動欄 服務業 餐廳 飯店 丁丁的 其實 都不夠耶 包括說起床耶 起床 都 都非常的欠缺 所以呢 現在是造成怎麼樣呢 造成就是 呃 非常多的逃逸外勞 那台灣呢 對於這逃逸外勞呢 沒有相關的法則 最後甚至是 如果他逃逸了 然後後來他來自首了 那我們一探錢一探肉 來自首了以後呢 我們台灣還要 買一張機票 把他送回去 他的國家 喔 其實我們是 這麼的誇張 喔 那新加坡他不是這樣 他都訂得好好的 喔 所以我們 我不太理解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 這個勞動部啊 他們在 這個 我不知道他們在 他們在 什麼啦 你看那個 疫情之前 就是 2019吧 2019 2018 那個時候 逃逸外勞的 數目是 5萬多人喔 5萬 5萬5千人 左右喔 但是大家 知道嗎 現在憲主席喔 逃逸外勞 已經來到 8萬4千多人 多增加了 3萬人 在我們的 社會裡面 你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然後 一定要 要住嘛 一定在某個地方 在那 吃頭路做工作嘛 賺錢嘛 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啊 政府也不知道他們在哪裡 然後 雇主呢 也因為說 他本來請了一個外勞 逃掉了以後 他 還不能再請 或是有一些規範 等等 有些相關的規範 所以呢 這種種都造成了 台灣社會的混亂 喔 我是要跟大家說的說 很多人會覺得說啊 政治啊 選舉啊 大家都很激動啊 但是你回過頭來看啊 其實我們今天在說的這個 我們的勞動力的缺乏 卻是很多人 就是說 你要安身立命 卻是他的痛 或是說是他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分享一下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也有在街頭演講嘛 然後有一次呢 在生門上面那裡 演講 然後 在演講 我們就說的 台連啊 志祺 就是主長啦 主長 本來都要討好 那就有 就有好幾位那個阿姨啊 他們都停下腳步 來聽台連 聽我們在講這樣子 然後 我們講一個段落嘛 我們就停下來 然後就開始換他們來 來跟我們抱怨這樣子 他說喔 他們家搶的外勞 喔 那是要 主要要照顧他們兒子的 他們兒子就是 反正就是生病這樣子 需要照顧 喔 但是呢 他說他們這個已經很油條 油條到喔 把他們家的廚房 就是 都在煮吃喔 煮吃不是他自己吃 他是煮 煮 然後拿出去外面 不知道是賣還是怎樣 把他的廚房 用到 這個油類的 亂七八糟這樣 但是呢 他身為一個老闆 他是雇主嘛 可是他 就是 他沒有辦法 他 他不太能說什麼 因為他 他也怕他不做 齁 所以是 這非常無奈 但是他又不滿意這個員工 齁 齁 所以呢 這種種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現在 還會造成就是 你對於 你不喜歡的員工 你不喜歡 但是呢 呃 這些外勞 他有他的申訴的管道 齁 去 去 告這個雇主 齁 所以 這裡有種種的狀況呢 我覺得我們台灣 竟然齁 引進了外勞30年 然後卻沒有 專責單位 然後 現在現在的 總控是怎樣呢 現在現在的總控是 呃 呃 全台灣有 成立了大概是 15個左右的那種收容中心 啊 這收容中心是就是NGO那種的 然後 然後他就是專門在處理 這個外勞的議題 然後甚至呢 有的就是 尬拍這個 尬這個 你逃逸的外勞 還是尬這個外勞 你怎麼去 怎麼說 你這個引起 這樣就可以 有糾紛就對了 然後你就可以住在我的這個收容中心 啊這個收容中心呢 淨富齁 你一個人頭 一天 會給他 給這個收容中心 你如果收一個 他可以給他500塊 所以 一個人家住在這裡 他就 給他15000塊 淨富 給這個收容中心 但是 他收容幹嘛呢 收容可能有的是在等著打官司啊 有的可能就是 在等待遣返啊 齁 但是这个中央应该不会乖乖 就是在那里吗 当然 应该可能用这个时间 他可能要出去工作 打零工等等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有很多的乱象 那这个政府呢 已经要到了 应该要好好的处理的 这个时间了 如果说收容中心 安置100个有争议的外劳来说 可能是一年 可以获利超过千万 这个比政党还好赚 但是为什么呢 我们台湾来去看 就是这个外劳的争议 雇主跟外劳一定会有争议 对不对 那一定会有争议来看的话 本劳的争议跟外劳的争议 大家知道吗 外劳跟雇主的争议 是 十倍 十倍 就是说外劳特别有争议 那这些所谓的收容中心 因为他们的存在 就是要收容这些外劳 然后呢 他的钱从哪里来 就从我们的政府 这个 波付 这个预算 那大家知道吗 这个金额每年有好几亿 古老亿 所以 有些人也说 这些团体 有的也会搞这个外劳 你怎么样来造成这个争议 所以我们台湾的这些种种的问题 其实 我觉得这个都是 在拖累我们整个的 真正经济要好好的展现的一个 不好的情况 所以呢 我们 好好的去仿效 新加坡 那新加坡的外劳有多少 我记得它是 它是有两百万左右 一百多万两百万左右这样子的外劳 新加坡的人才五百万 所以有人说我们台湾的外劳的数量 是可以增加到五百万左右 但是我们必须要准备好 我们必须要有把相关的法令 然后把它说清楚 要不然的话 其实就变成了这个 为什么 你明明知道有问题 然后却不改变呢 不改变 那不改变 它就会一直的招下去 那有些人说这是有一些什么 潮流 或是说有一些特定的人 国民党也是 民进党也是同样的 他们都有特定的 在 引进外劳的机构 公司等等 但是呢 我们台湾的需要 这个 是很急迫的 你说包括 其实大家不要看 为什么现在台湾这么多的所谓中配 那你知道中配 他是不是真的来当 呃 配偶 我们也不知道 啊然后呢 我们 大家有机会去 变业看看 变业里面有很多看户 啊 看户也都是 呃 中国人 也是非常的多 就在医院里面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台湾 你要引进 呃这个 劳动力的话呢 当然你外劳 会优先于 中劳 因为中劳还是有 我们还是有敌我意识的这个问题啦 哦 虽然说 呃 无言 上面 哦 是 可以 更近 就通通顺的 但是呢 这个 呃 不管是 呃 菲律宾 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不是 新加坡 他们不会啦 这些 东南亚一些国家 他们 呃 呃 他们需要找工作的话 他们 这个 他们的国家 不会有侵略台湾的一个意图嘛 所以 呃 外劳 呃 的重要性就 呃 优于 哦 中劳 哦 啊 虽然我们台湾现在中劳很多啦 哦 啊 另外呢 还有一点啦 很多人就说 啊 引进外劳 哦 咱有这个安定基金嘛 哦 但是呢 呃 大家知道什么安定基金就是好像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月是不是要两千块钱 哦 台湾现在是这样 对 然后 那这个安定基金呢 其实我们真的可以也可以学习 呃 新加坡的方式啦 哈 所谓的安定基金呢 其实就是 呃 一种人头税嘛 哈 有一个就收一个 有一个收一个 哈 啊 这没得是什么呢 新加坡 那时候收这个安定基金 他的目的是要来 呃 就是防 就是 呃 避免哈 咱的老板 老板人 你就说 哦 啊 这个外劳这么 就是他的薪水这么低 那我就大量的来请外劳 哈 那这样子会影响到新加坡人 他的就业的机会 哦 所以呢 他把这个安定费呢 就是收过来以后 国家使用 那国家用在哪里呢 他也是专专用 哈 譬如说 他用在他自己新加坡人的职业训练 哈 然后就业辅导 哈 还是说失业的救助 就是说你外劳的安定基金拿来 是来变成用我们本劳 哦 的一个呃 让他更好的 我不会因为引进外劳 然后来影响到本劳的工作机会 在这个部分 我们台湾哈 呃 如果常听到说要引进外劳 我们台湾的人马上就 就就跳起来就说 那我外工作机会就没有了 哦 那 这个 我们就是要去好好去思考 我的工作会没有吗 新加坡人 他们是引进外劳 来补充他的一些基层 哦 需要的这个劳动力 哦 那台湾 有没有需要 你给他看 哦 那现在基本工资是都不一样 我就有听过说有南部的 这个 南部的他 他妈妈他需要照顾 他他带一个外劳来 哦 那个 要开的差不多三万块 哦 然后跟他去外面工作 也是三万块钱 所以他等于是去外面夹头了 然后 带回来 让外劳来顾他妈妈 哦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其实 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会觉得很 radical 那因为台湾人现在的这些政府官员 他们的头上来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想象 他们说这个就要叫做公平 还有一些所谓的人权团体 但我们不这么以为 像新加坡他在制定这个薪水的时候 他也都会去研究他们这个 引进这个劳动力的国家 他们的一个薪水的条件状况 所以也会有不一样哦 那这个安定基金呢 就是要来稳定 收归国库以后是要稳定这个财源 但是呢台湾的安定基金 大家知道台湾的安定基金去哪里了 台湾的安定基金就是跑到劳动部里面去了 就是刻意让他去劳动部 就在劳动部里面 然后这个安定基金的收入 够显珠席三千亿 超过三千亿哦 从1991年我们开始引进外劳开始 但是大家知道吗 现在你去看那个安定基金 用不到剩不到500亿 不到500亿了 然后奇怪用了2500亿 用去哪里 那这个用 这个很大部分哦 都不是用在什么 刚才我来说的新加坡 用在国人的职业训练啊 或是失业补助啊 救济啊 就业辅导 我们台湾的不是哦 我们是劳动部把这个钱 拿去保障 这些社福团体啊 那个然后 还有一些什么公运团体啊 等等的 你感觉有钱吗 真的是超级的钱啦 啊怎么会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啊这就是现状 所以 这个妮安特别提出来啦 也希望说 这个赖总统 他在上任之后啦 他在这帝 尽管有一些新的 着墨或甚至说 你就把这个制度 把他用了好 然后不要让台湾呢 变成了外劳的天堂 外劳逃 而且他一定要逃哦 他逃才是 因为一般来扣 在处里帮佣 帮现在是2万块嘛 然后他可能一天才600 600多块啊 所以他就逃啊 他就逃了以后 他去哪里工作可能 一天有2千块3千块啊 譬如说 呃我们的那个茶农 很很欠缺这个 呃检查的那个 因为那个 茶农他们说都要用人工去 加地啊 加地 然后很多啊 农业的都很欠缺啊 他可能跑到任何一个地方 一天工工资 就可能2千3千块 他要不要逃 只要你不讲 啊雇主不讲 大家不讲 啊给我赚钱 哦 所以呢 这个部分啊 真的 呃 我们是 呃 一直有跟业者啊 什么 大家在 呃 了解 这个状态 所以 呃 觉得说 像这种安地基金 你就是 不乱 不乱的使用 三千亿超过 结果你用到现在 剩五百亿 然后这个钱都用到哪里去了 然后我们台湾的经济 现在看起来的好 很多 这个 比如说都是护国神山 哇 这整个 他只要每天 一个 一个涨幅 股票涨幅 然后可能很多的什么 ETF啦 什么的 全部都连涨这样子 但这个是虚的啦 这个是 这个只是 特定的在 一些电子 这个电子产业 这 我们还有其他很多 哦 国家还有其他很多的产业 呃 政府要去看到 要去注意到 所以 呃 那我刚才有说到 就是这些劳动力呢 其实是各行各业都有欠缺哦 哦 各行各业 现在已经 非常的欠缺 然后包括说 呃 年轻人 他也比较 不想要做这个 呃 劳动力的这个部分 哦 然后 这个 所以 哦 我这样提的就是说 包括现在外劳的配额制度 哦 包括他的一些收费标准 哦 他都要 重新的做检视 哦 然后也把安定基金呢 要收归国有 哦 收归到国库里面 哦 这样子的金额呢 可以让 呃 国人 哦 安定国人的就业嘛 甚至说 呃 然后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没说到就是说 本外劳薪资要脱钩啦 哦 说到这 因为你给它用成一致的 哦 那 然后用到这个我们的劳保 哦 哦 那这个劳退 哦 啊 用我们的健保 哦 等等的 啊 这都是我们台湾自己国家的 台湾自己的社会福利啦 哦 我还记得好像 几个礼拜前 童文勋 那个 童 童律师 哦 有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然后他有说到一个手里 哦 他说 呃 外劳领走我们的劳退金 哦 已经超过500亿 哦 超过500亿 哦 那么多的这个经验 啊 我们的劳保 劳退 每年都说 要倒了 要倒了 这样子 有可能比如说 一下子说2026年要倒 一下子2028 哦 然后每年要倒的时候呢 国家就溢注一笔钱 进去到这个 呃 劳保 劳保金这样子 哦 所以这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况 那你既然都要倒 要倒了 为什么 还可以让外国人 哦 进入到你的劳保系统 你是就是各自保障 给他们另外有一个系统 去做保障 哦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哦 那所以说 呃 呃 我们就来看 呃 这个执政团队 新的执政团队 其实是 有很多 哦 要 这要去做一些改变的地方 那 本外劳新资的脱钩 哦 就是各自保障 大家说脱钩不行 那就各自保障 那 外劳来到台湾这 你清楚的把一些法令 哦 讲清楚 哦 讲清楚以后呢 就就是你你要来的你就按照哦 这样子的一个规则 那我在这里哦 就是我也跟大家说明 因为我上星期 上星期有一个机会 那就跟一些 呃 呃 通桌的时候啦 我在这个跟 他们比较大头 几个大头同桌的时候 我有提起 我有提到这个 本外劳新资 哦 请政府要看 那 其中一个就是 呃 林家隆 哦 现在是 秘书长吧 哦 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 那当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我发现 就是说 哎 其中旁边也还有两个是 呃 现在现任的 哎 这个老板 哦 然后也是一个大老板就对了 哦 上市 上市公司的老板这样子 然后他就 觉得说 哎 外劳哦 很好呢 我们台湾哦 就是没有外劳的话 现在是没有办法 很需要外劳啦 哦 很需要外劳 那 其实我觉得 然后而且他们觉得 他觉得这样子哦 这是那个老板说的啦 他说 他觉得这个外劳 来台湾工作 比本劳 还要专心 他可以这个 呃 好好的工作 一直 一直很认真的工作 他比较心无旁骛这样子 啊 学习的也比较快 因为有一些可能机械的东西 或是 哦 你你需要很专心 这个哦 我们以前古早的时代 哦 可能十几岁开始 做那个 学 学技能 然后可能学到后来 四五十岁 五十岁 非常的 熟练 哦 那他现在呢 这个产业界的一个困扰 就是说 他找没人 哦 所以他变得非常依赖外劳 哦 那可是我是觉得 依赖外劳是一回事 但是本外劳薪资的脱钩 是一回事 哦 呃 你觉得这个外劳很好 你就给他加薪嘛 对不对 你给他基本的薪资是把他 可能可以比 本劳都还要高 也有可能啊 因为觉得他表现真的很好 你不能没有他 哦 那 但是呢 本外劳薪资的脱钩哦 其实是 应该是要 是个常态啦 因为呃 外劳他没有像台湾人 他要背负的一些责任啊 义务啊 权利啊 并没有嘛 哦 那这个台湾人有 哦 所以我们 我们是觉得说 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 学习新加坡的一个制度 哦 然后写的很清楚 哦 包括说 你要是逃逸的话 哎 他们是会 惩罚的哦 逃逸是会惩罚的 然后 呃 然后而且你也可能 以后就从此不能再入境 那我刚才讲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我们台湾 就是你可能逃逸了 然后你就跑去收容中心 然后你可能又去外面工作 然后你赚了钱之后来 国家还用一张机票 给你送回去 送回去之后呢 你以后还可以再来耶 但是如果是新加坡 就不能再来了 你就是因为你就是黑名单啊 哦 人家就不欢迎你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们台湾人是 有人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感觉这个部份实在是 我们是不是很相怨的一个民族啊 台湾民众 刘教授讲的 台湾民众哦 是非常的包容 然后非常的没有 没有规则吗 是这样子吗 哦 然后这个 劳动那个 就是像 安定被那些安 他们像新加坡 他也是因应 不同的 我刚才讲过 他们有不同的 不同的 他有不同的那个什么 就是 呃 分类 然后他也 他的 安定基金也会不一样啊 那帮佣有帮佣的规定啊 然后 这个你需要的看护 也有看护工 看护工又比 这个帮佣还要更 那个薪水更好吗 等等 所以呢 他都有一个相关的 比如说像 呃 这个 呃 如果真的外劳不见了 哦 要怎么样 然后他们有保险 哦 保险的制度 哦 然后他们要来 这个新加坡 这个帮佣 他也要有 基本的考试 哦 语言的考试啊 基本技能啊 哦 等等的 哦 所以呢 其实 哦 咱如果没用 咱整个途呢 去学新加坡 哦 人的外劳 外劳 哦 呃 其实管理的非常的好 哦 那 这个 呃 也没有说 他们是没有人权啊 啊 为什么还是有 200万的外劳 要去新加坡工作呢 哦 那我们台湾来这边工作的以后呢 却是在这边逃逸 哦 然后我们台湾呢 却就是容忍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不对的啦 哦 所以呢 本外劳薪资的脱钩 然后各自保障 那国家 政府应该要 呃 将这相关的外劳的 呃 管理的办法 制度 还有外籍的劳工政策 要把它 定义的很清楚 哦 这个我们台湾 哎 这都有报告的啊 这他们都有 他们都有去看了 但是他们有去看之后呢 有时候 这个 立法委员就乱修法 哦 可能一个法 修下去之后呢 就 就欧白乱捕啦 这样子 所以呃 我们这已经到了 我是觉得 本外劳薪资的脱钩 这个议题 已经到了非常的 呃 非常的重要了 但是我是觉得 这个像我那天在跟他们是几个官员在讲的时候 他们除了觉得外劳很重要之外 那我觉得他们而且他哦还讲一个说 呃那你去看看 义美啊 义美啊 义美他们有一个工厂啊 他们就是呃用他们什么方式哦 然后就引进了三千个外劳 哦 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是有自己的一套管理方式这样 那我我就讲说哎 啊 这进户官员你现在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啊 其他的呢 我只能请一个的请两个的 那那那我也要有管理办法啊 就不是说他们大公司大企业 他你看义美他就需要劳动力啊 哦 他这个传产就需要劳动力啊 他们用他们自己一个方式 可能就跟呃直接跟呃国外的呃 这个不管是NGO 或国外的他们的企业啊 去做交流或是学校啊 学校可能一毕业就类似像我们小 这个以前的这种在职的一样哦 呃白天去工作晚上去上学啊 这种的 呃所以所以总结来说啦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这个劳动力呢 是呃非常欠缺的哦 而且各行业都很欠缺 所以蝶呃2018年是不是 哦记2018还17年的时候 弄了那个一粒一休啊 其实是把就是整个把大家 其实用搞得鸡飞狗跳 哦因为我们劳动力在不足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一粒一休的状况呢 其实并不是呃适合我们台湾的现状 哦啊但是呢 这个有很多的劳工认为 其实劳工在一粒一休之下呢 他是呃没有得到利益 但是先受害了哦 这个情况啊也是因为这样啊 所以2018年的参记哦 是不是很很糟糕很惨 哦这个大叔啦 民进党大叔 所以呃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很希望说我们的进户哦 我们的这些官员哦 呃来正视他哦 然后本劳的薪资你应该要提升哦 基本的工资提升 呃但是他因为没有脱钩嘛 所以就很多的每次这个商种工种都 每次说要基本工资提高的时候呢 商种工就会照出来 哎不行不行不行 现在已经很高了 但是我说从1995年96年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 大概2万5到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都已经快30年之后哎 我们都可能还在3万块 3万2左右 这个的幅度真的 真的是很很夸张啊 就是底下咧呃这个所有的开销 都全部都一直在上涨 房价更是无敌的宇宙上涨到 觉得很可怕的一个程度 所以好 这个这个部分呢 今天也跟大家 呃单单呃来分享啦 好我我们对于呃本劳 本劳外劳薪资的脱钩的一些呃重点 然后呃一定要脱钩 但是这不是没有人权的问题 这不是人权的问题 因为薪水不是一个呃唯一的部分啦 而且呃我们效仿新加坡的呃方法 他们就可以安定他们 这个国人的生活 然后也可以创造他们的经济 他们有不同的呃这个层级 所以他们也有很多海外的优秀的人到新加坡去工作 然后他自己的国人也可以去做更高阶的呃 呃international的事情 这个都是新加坡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成长看到他们的进步 所以台湾呃呃这个部分是可以效法是可以学习的哦 这样以上就是我今天简单给大家呃呃报告的本外劳薪资脱钩效法新加坡那我就简单跟大家报告到这里 那这样好不好 谢谢妮安跟我们讲这个题目哦 啊这个题目呢目前呢 呃没有特别热门啦 呃因为呢这个 人力呢都有人得到好处啦 所以他就没要盖啦齁 并不是说这个没有问题啦齁 那我们这个外劳呢 其实就是人力公息的问题啦齁 啊自己的人就不够啊少子化齁 所以很多办法 啊我们提到的外劳 不是跟他说要请一个人欧巴桑来家人 一家煮饭而已 还是说变人老婆啦 不可以看护工啦齁 包括到呢 香港 捧头头头经济人才都走起的时 那台湾也捧不几个人这次啦齁 啊这个 别的责任不一定叫做外劳啦齁 啊但是我们来谈到台积电齁 说一个一个车一直起来 那人力说车车车车车车车人 也缺多少人力这都有在算啦齁 所以到时候这个外劳来的 是不是呢 有人是高级有低级 啊所以你不可能说 我叫本劳修行 还是说订一个什么样 这个题目呢 谢谢你感谢提起 我们柯林仔 很多朋友 很多在这里很重要的 还是说有什么人 建议 我们今天呢 虽然是正名字线的题目 但是我们比较focus 在这个地方 仅仅在这个地方 我们提到的 可能就是包括各社各样的人力 那可能 为什么最近没有人在提 啊 其实是什么原因 那一起大家来讨论 我们最后 请明安来做一个总结 今天按照管理 哦 三个人先起来 先 讲 啊 因为Douglas回到呢 因为都是你开门的啦 所以他第一个上来嘛 所以第一个给你先讲一下 啊给大家一个导演 郝贵老师嗆 好走 OK 薪水的事情 是很 这个国家 是很重要的 那台湾有一个劳动部 那劳动部 照理讲 应该是centralized 他应该去复取这个钱责 你看 新加坡怎么做 美国怎么做 东西怎么做 每个国家 那些现金的国家 都面临劳工缺乏 我知道像加拿大 也是面临劳工缺乏的问题 可是呢 劳工 加拿大劳工缺乏的问题 就是有一个专者机构 就像到的 劳动部 他全全专者机构 来做这些事情 当然每一个国家的做法 没什么 因为 台湾应该 劳动部应该 带利的来做这个事情 应该给人家外面怎么学 也许跟台湾跟新加坡很类似 来做 像我据我所知 像这边加拿大这边 我们有一个叫做 当然 会缺很多劳工的时候 都是在那种 龙莽的时候 像 cranberry blueberry 收成的时候 缺很多劳工 缺很多劳工 那就由他们的短期工 去转期工来职业 他们每个不太一样 有人是有提供数数 有人提供数数 就有 可是那个薪水不一样 那大部分据我所知 就是没有提供他住的地方 也没有提供他吃的 就是你要自己处理 甚至的他们的保险 保险费 都是由他们来 自己处理的 你要进来 你就是先来买好保险 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流行 叫做留学度假打工 那你要进来的话 一定要经过考试 他有几个名额 那你要经过考试 语言 他最基本的 你语言不送 他不让你进来 第二个你进来的时候 他就是你要买你的那个 你的理由 你的理由 就是劳保健保 之类的保险的保险金额 你先要做好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如果要做这个事情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些工作经验 或者说你的你的技能 不是说你现在我就是要财你 我财你要财你的技能 不是财你的人来说 看你来 你还是不知道可能 在这边就是 就是 就是很现实 你假如没有相当能力的话 就没有办法做 我就是说 这些政府机关 这些公众人员 都比较清晰 刚才你说这个台大外劳 透过的在籍 这个在籍 我们绿洲同意 可是为什么变成很麻烦 比如说做出来 没有如你想象的这件 那么容易 就更清廉 我想很重要的意思是说 政府的官员 他虽然这个员 他也要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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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边的公元掌 没有什么位的斜杠 没有说我就做这个位置 我的市场我的議員 我来减一个工作 减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没有没有这个相反 你就做市场就做市场的事情 你来做議員做議員的事情 你没去说我就要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来探一些额外的钱 他们叫做斜杠 没有没有这件事情 台湾这件事情就很重 他除了本职以外 还有搞不好要捐了好几个工作 要赚其他的钱 这是我讲的这些政府的青年这一部分 所以青年就是说你连结的部分 这一部分都要跟朋友们来学习 这是我简单的一些考虑 谢谢 所以你那个不要跟朋友们来学习 你现在觉得是要留言还是要赚其他一遍 赚其他要赚其他一遍好吗 好好好 现在结果来是什么人先说 耶 这些你今天是很早了一遍 纽约 你怎么给我们先提早说明 这些 没有就请那个CB CB 好好 我给这些好 好 这些要你 OK 就是那些 你说那些问题 我在纽约 其实是碰了非常的多 我们也是小企业 那个 我就用这样来做一个比喻 让你参考台湾的 我们的那个 我是做干洗业的 干水洗 我是Franchise OK 那所以有很多Cash 对不对 那个Manager Manager就是想空想西的来 反正就是把Cash放自己口袋 所以当我发现的时候 我当然是要跟他拿Key回来 Whatever 然后就去Label Department 结果这边的Label Department 像那Amigo 他根本不会讲英文 还帮他们写状子 就是他那个 那个您刚才讲的 他的书状 complain什么东西 是Label Department 跟他们写的 Label Department 就跑来找我们 因为我们有ID 我们要钱 就钱不着我们 那他们他们认为 他们是没有钱的 所以 所以这个基本上 似乎跟您刚才讲的 我非常赞同 其实是本劳跟外劳 他应该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那我非常 非常喜欢新加坡 他直白 有法律一定要执行 这样才有用 要不然 有法律不执行 都没有用 所以这基本上 我非常赞同你的讲法 我们 我们 蒋南远政府官员 只是讲什么叫人权 人权 whatever人权 其实是人权 还是在法律之下 还是照 照那个 SOP 照 照discipline来做 那就有人权 如果今天是 就是没人权 我非常赞同 但是我也希望说 新的 新的赖金的总统上来 真的是要执行 要不然的话 我当然知道 你如果说今天 人力不足 那是不是可以做自动化 就少人力 可是这人才会不同 人才会不一样 你说Toyota他来这边 他就是几乎是 很多是办自动化 那你就人力少很多 我自己投资一个也是这样 本来 要 要大概三四四五个人 做 一个礼拜的东西 我投了自动化以后 我一个人 一天 就可以做他一个礼拜的 所有的人的 产能 Quality又比较好 是不是 所以这个是我们 企业界也是要考量的 不过这种人才会不一样 那就是 本劳 本劳 我们台湾人的 应该要培养出这种 比较high tech的技术 那外劳你就去做 比较low tech level intensive的工作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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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有很多例子 只是你查了以後用不用而已 CB,現在我來comment一下 OK,你先查一下 真是的,我查一下 OK,我看不到 我想說你很查一下 我先查一下 Doclas,你說清涼的問題 OK,OK 這個清涼的問題 台湾老實說 無論政府、官員 或是一切 大家頭部都只想到錢 這個大家改 政府的 拿六八成的錢 不應該頭部有你想 米國賺 比較多外國 這也不應該 這點實在是台湾不改 這原本實在是很大問題 你們說到外勞的問題 Toshiba在Saskatchewan有設工廠 但是Toshiba要求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工廠不可以有工廠 知道有工廠 他們就沒有來Saskatchewan到處 所以Saskatchewan政府 年代有發那種 年中獎金的問題 那日本有了 港台沒有了 我上班四十一年 在港台沒拿到一個 年中獎金 你每個月的薪水 在那就是這樣 但是日本人來設的是 他會給他年中獎金 所以他那些工廠 希望沒有Union 也很高興 所以就這種就是 你怎麼出的 港台最大的Union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以前Union 讓人自分到他祈福 現在Union最多 因為我和代表 市政府和Union 美國事業的時候 後來復旗 後來20幾年 所以那裡我都很了解 所以現在Union的power很大 所以我希望這Union 會更加強 來在那個中 像是市政搖擺 來在 那不是6點 還是中到是11點 那就比較好寫 這感覺有這個問題 還說外勞 但是外勞感覺 他政府的人沒去外交 但是那個外勞 民進來的人 那些人有外交 所以那些外勞 在那些時候 他在背那些錢 他就工廠 那工廠不夠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些 無法無法壞事 這也是一個 感到很大的問題 所以外勞還是 當時外勞叫Douglas說 他需要跟人修行 但是在Saskatchewan 政策 他都用機器 所以他比較不需要外勞 那些人來 在港台政策 會生產生問題 但是外勞有VC 因為我比較不知道 因為我最近比較大 所以我對VC也不太了解 但是在外勞 那些Saskatchewan 馬里托巴 我是很熟 我已經在我住了 五十五年 所以我知道了 所以 我就 真的可惜不聽了 我後面 再回去聽那個Record 就知道說 演講者說什麼 事情 這是我的看法 謝謝 謝謝CP 你提醒說 政府沒有問題 但是仲介也可能有問題 所以要注意的 不是只是政府而已 仲介 所以一串一串 都是整個體系 Kateng A 還要一起去comment 現在再過來 曾淼宏博士 你也請問一下 讓你來先comment一下 看看你有什麼意見 好 好 我講 好 我認為 台灣的 勞工政策 又不是我們所串的 新加坡有 超新加坡的 就像你安講的 不然的話 日本 日本有 我們也可以超日本的 為什麼搞的現在 我感覺 Corruption 但是我現在提供一下 因為我現在在 在龍華科大教的學生 一半以上都是越南來的 他們我講述一下 越南 越南的 學生的情形 他們都是 18歲 到 35歲 甚至有生了三個小孩子 有生了兩個小孩子 這三個小孩子 兩個小孩子 為什麼這個生了三個小孩子 他是 他是一人不俗 他老公 賺錢不給他花 他生了三個小孩子 他現在要跟他老公離婚 他就必須去 兼三個工 一天八小時 三個工 二十四小時 上地公平的 他二十四小時 全部都去做工了 他上我的課 他每次進我的教室 他就跟我打招 我說你睡吧 他就讓他睡 這是他的休息時間 但是他都會買那個 什麼珍珠奶茶 他自己做的 賣的稀飯 什麼東西來給我吃 我是認為說 我不跟他對干 我跟他扣 那還有生了兩個老婆的 生了兩個小孩子的 他都會拿相片給我看 他們都是非常的勤快 前班 最清純的 但是有一點現象就是說 學校會鼓勵他們 就是說幫他們介紹工作 什麼東西 他們幾乎每一個人 都非常的喜歡台灣 他們長得年輕漂亮 他們都希望嫁給台灣人 但是 我曾經 很簡單的問卷 我問他說 你們討厭不討厭中國 他們都說 我們全部都討厭中國 副理 所有的問卷 這是我對越南的學生 他們真的 年輕又漂亮 又勤快 然後有時候錢不夠 沒辦法註冊 系主任還要借他兩萬塊 然後人畢業了 他慢慢還 五千塊五千塊 還 我是讓大家了解 勞工政策 拜託 所以得利的學生 怎樣利益什麼口味 所以討好你 OK 現在又過來請 那個 他們 他們越南人 都不喜歡中國 哦 OK 他 脫了 他脫了之後 你再換那個 社長 社長 你準備 脫 元南 元南跟那個 中 跟那個 字納 是 是 世代的元首 OK 你看 我們照樣 過年 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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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漢 漢 就是元南的英雄 他們其他人跟我們人的英雄通話 那時候又在那裡喊慢 這個外勞這個問題 我聽年安 我怎麼理我們的秦主義 我講過 我還注意到童文新 童文新跟另外一個 一個長教授 義修台下的長教授 他們最近有什麼 活出兩倍的人生 這個外勞兩輩人生 當然他主要是 他說 隱安 主任實在是這個長教授 因為他自己的 自己的老母、老伯 都需要請多人來過 所以他在經驗裡面 他在這個經驗裡面 他有自己親身的經驗 他自己 因為親身的經驗 他對台灣的外勞 這個問題 有非常重要的注意 童文新就知道 他號稱是人官律師 所以他們兩個人 在這方面有非常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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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有什麼 找出來 我是 後面 把他討論 我沒有什麼時間 討論 把他討論 但是我有在看 我現在說 因為我現在 住在高雄這裡 我 定義說 是在 原來是在做外勞 原來在做外勞 因為我這個地方 我們大志 有請一個外勞 在過我們政府 所以我有在看 他們 怎麼在操作 當然 坦白說 我們大志是 很好的一個 購置 有時候 你在說 台灣人 我們大志是 很好的一個 購置 他比那個外勞 做比較多就對了 請一個外勞 來要 購我們政府 但是他 比這個外勞 要支付 那個外勞 請 比那個外勞 更認真 在顧自己的 老公 顧到自己 就要站起來 OK 這就 這就 真正 真正 我聽 真正的 故事 顧別人的人 顧到自己 先翹起 別人 又在那邊 說他 事實上 quality of life 是很弱 他也不滿意 每個人都不滿意 我現在是在說 你 我們 你講的 你講的 這些問題 是 另外一方面 在看 現在 你不能單純 只能說 這些 看完 就是 corruption 或是 有利益 等於利益 這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沒有就是 這個立法委員的無靈 你看看立法委員的水準 他怎麼會 會向 正有 理性 時刻的 說要怎麼設定一個法律 設定一個法律 會對台灣好 尤其在台灣這種的 這種人動的分機制下 某種程度 有一個人希望台灣更亂 OK 所以就說 他希望做出來的蜜 可能對他比較有利 但是對你對方不利 OK 這種蜜 在台灣 這是今天你去台灣的 會嚇壞的一個問題 這種問題 如果存在的時候 你就不可能產生一個好的制度 但是我想 如果要論 年安 因為 我看他 大概 你們台人也要 除了免事犯證 英基社會主義 大概 你們有沒有要注意 這個法律的問題 如果要這樣的時候 我剛才聽你這樣說 你欠兩項名 欠兩項 要做好的時候 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 就是說 到底 這些利益 你說 你剛才你說 我兩邊都有利益 那利益是 你倒一塊 可能要把 給台灣人知道 請做 我知道 那佣金 但是 佣金 有時候 人會覺得 佣金是 普通的 傳承 在裡面 都有嘛 你請人 請 block 牽手 或是買手 都會有佣金 所以要把佣金的利益 到底是 怎麼不合理 你有佣金 本身 不是不合理 是 縱目 大到不合理的時候 人才會覺得 這不對 所以 到底 台灣的佣金 這個 讓中間 這些仲介 他們的利益 是沒有 沒有 就是說 他們的利益 是沒有合理 到什麼程度 我想 這個要 要讓人 可以了解 OK 這樣的時候 一般人 一般的人 比較會 去 注意 像我 我這個月 請來的 這個月 是說 我們大自 本身 是 另外 還給他錢的 就是說 除了 那個工廠的 價錢 以外 他還給他另外 每月 還給他 多少錢 賣不少錢 他不一定 賣三千塊 每月 都賣三千塊 他就是因為 他只是一個 看護 一個看護 因為感覺 他這個看護 使用 讓他做得更好 他一月 就再給三千塊 所以 除了 他原來 大家公廠的 介紹 因為 他做人 他這個Agency 台灣有一個 你在說 沒關落 外樓 我想應該有 有這種機構 他們早上就是 會做人 做高雄 他有一個機構 他就打電話說 他不需要來看 他要來看這個外樓 是不是有接受 是不是 有照期間 就是說 他有照 我們照 可能 跟他請的時候 要來做的工作 他在這裡有做嗎 OK 所以他就要 跟這個外樓 說問 他為什麼要直接 跟這個外樓說話 可能問他說 到底 國資對你 有OK嗎 或是 有跟你 抗肚 有跟你 怎麼樣 OK 有照期間 沒有 有付錢 像我 我會記得 他有問他說 他們是有付你錢 他會跟他 問這些事情 所以 我們哪有一個 系統 在那邊走 我不說 很清楚 但是 最介意 他有一個 系統 在那邊走 所以我想 你可能要 主要是 這個 到底這些人 得到多少利益 跟新加坡 跟外國 差別多大 這是很好的 reference 給大家了解 我們別人 都可以這樣做 你主要 如果不是 對這些人 太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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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 沒有什麼 人權的問題 因為 你主要 讓他 可以平衡 自己的國家 比較好 像我這個外樓 我就問他 他說 他在福利賓 50萬 就可以去 買一間 所以 因為他來這裡 做工作 做三間 他說 他的 他在福利賓 做老師 他可以在福利賓 買三間 所以 他說 他們 有得到 很多 benefit OK 所以就這樣 我們在說 人權方面 我們可以 合理 去跟他說 透過 因為透過 我是覺得 沒有什麼不對 不能說 因為透過 就是沒有人權 你透過後 就像剛才 年安某說 有的過程 如果 某一個人 做得比較好 或是他的技術 有比較需要 他就是給他 比較多錢 像我們大致 他就是 給他 給他 更多錢 這樣 這樣就沒有什麼問題 他大致 都也是 住在這個地方 OK 所以 我是覺得 這個 issue 本身 因為他每月 每月 都有 給他收到 所以就 有派另外一個人來 例如說 他收到 就有另外一個人來 那些都會跟我們說 說 實際上 他們感到 我們這個外奴 結束好了 他說 其他的外奴 他聽說 有很多問題 像你說 頭照 或是 甚至 等家人 黑白頭 你說 等家人 母到黑白母 他有感覺 我們這個外奴 其實有 結束好了 裡面 像說 他用 購物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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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很生氣 OK 所以 他 有說到 說 很多其他的外奴 其實 有 反省 很大的問題 這是 我大概 是 簡單 就 從這些外奴 裡面 聽到 這是我的 感言 謝謝 你跟我說 錢怎麼開 要擋人台路 有可能會夠人緣 不過 總是要這個 開起來看看 沒問題就沒問題 現在 再過來 照亮 你今天不是 想不想起來 這麼早就起來 我撒 抱歉 我想說 你要這麼慢 起來 你要先 comment 再過來 再過來 聽到 張 張 張 中勇 OK 不是蔡明鋒 還沒說 蔡明鋒 我先 好 這樣我先說 很開心今天聽到 台聯有幾個主題 最近繼續詳細的討論 這是其中一項 我覺得很好 他有說到最重要的 他主題是本樓到外樓 應該要脫鉤 學習新加坡 因為新加坡有做很多好的東西 我們可以考察 我們可以去學習 因為我知道很多內幕 所以他知道安定基金 在勞動部是怎麼做 實在和新加坡比較起來 這個方法是不對的 他最好希望賴清德新的總統 可以聽到這些聲音 可以努力把這些名字改割 我希望在這年以外其他的 大生理人和其他的團體 可以把這些聲音傳過去 讓內政德在新政治 可以聽到 所以我的看法是 我的感覺是台灣 尤其是最近七八年 好像是向一個叫做前進派 progressive 就是繼續向社會主義 方向走的理論 這樣來做 比到其他的國家 還有前進派 還有保守派 保守派 保守派就是比較保護 自己國家裡面的人 對自己國家的人的重要性 看更大 還是說 有時候這可以解釋 是自分主義派 我現在越來越接近 自分主義保守派的侵犯 我覺得這是很重要 所以另外一個我觀察台灣的情形 是一個國家要有誠信 所以在美國還是加拿大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說這個國家裡面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很相信法律 相信法官 相信這個制度是為了老百姓好 在做的 所以他們會遵守 他們不會去太空太空 看到一個法律 就想要做 可以走法律漏洞的事情 台灣好像這個誠信有很大的問題 我們在上面的人 看到他們很多人在那裡 在找理由 在說他們做不到的事情 要在那裡變 還有 中國人的習慣 感覺這樣是聰明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不好 沒辦法解釋 實在是要大刀剋服的改法 所謂大刀剋服就是說 要了解台灣現在有很大的嚴重 就要有一個人想想要改 每個人也要付好 所以現在我是一個很大的工廠 總是年安的想法 我覺得幾個地方 免書犯證和本外樓透過 我都完全贊成 這些名字 政府到底有想到說 沒辦法改 所以沒辦法讓政府知道 這是一個大議題 我是希望說 沒辦法讓政府聽到年安的說話 可以請你年安來做勞動部長 這樣也是 也表示出來說民進黨 這個黨有想要跟別的政黨合作 這是一個可以想的東西 因為民進黨現在在用的 就是說把其他的 那個對黨裡面走出來 時代力量 哪裏的人 要給他一個團隊裡面用 我覺得這不是叫做聯合政府 他真的需要做聯合政府的事情 因為他現在是要過少數立法院 所以很多事情要努力做 我們這裡都有很多有心人想要改 台灣給國更好 不一定說只有 證明這件建國 只有在這裡推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很多缺點弊案 需要有心人真的努力去做 我希望 政府看得到 我們來做 國更好的台灣的進步更好 這是我的評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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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亮兄 你說那個 大家都說 學習 新加坡 學習 日本 考察的人 聊很多考察 但是 七頭七頭之後 就不會去吃 你說一個很好的建議 大清德 用人為財 不然 現在台灣 其他的台派政黨 都被團媚 所以 你如果有什麼大清德看得你的專長呢 這實際 柯如實際 各方面的 各大黨派的人 都來用在適當的地方 謝謝 趙亮兄 這樣提醒 我看 我們有聽到 大清德 可能有人會跟他講 希望 OK 小長 現在是你 想要一個 因為 你的總用兄 說他一首聲 今天不能說話 小長 你講 想要的是我 所以現在 麻煩你評論 林安 我 很了解 你和 了解台人的 歷史 和 對台灣的 共演 重要性 我 再跟你 建議 要 在台灣的 政治 要站起來 一定要 講 英國 和 社群 透過 大眾媒體 傳給台灣 所有的 福樂兄 在市場 了解 這樣 你所 主張 所你 說出來 這樣 可以 引起台中 的反應 和支持 所以 你 跟台人 是台灣 未來 一個很好的政黨 跟一個 政治 人數 你一定 要 在最近 的 時候 講 你 這位 講 你每一個 所主張的 所說的 用 大眾 傳播 說出來 當然 一個 大眾 傳播 不太簡單 但是 你 可以 講 你的 英國 通過 送給 所有的 大眾 媒體 只 你 送給 台灣 海外 網 甚至 台灣海外網 也可以 替你開一個 專欄 讓你 把你放上去 大家 所說的 對台灣的 社會改革 對台灣 政治的 改革 你都可以 說出來 你真正 變得台灣 一個 新興 一個 重要的 未來的 政治 對台灣 是 合定的 重要 所以 一定要 想辦法 用 一個人 的 能量 影響 100萬人 的 成果 要怎麼 讓一個人 影響 100萬人 就是要 靠大眾媒體 這樣 成果 才會 成果 所以 你 跟台灣人 稍後 探討一下 趕緊 用大眾 傳播 來 全 台灣 甚至 大家說 大家透過大眾媒體來說 透過 報紙 透過 電台 透過 像海外網 這樣 你怎麼 台灣海外網 平均 100萬人 你看 所以 如果 一百萬人 會幫你 欠勝 甚至 會幫你支持 對支持 台連 所以 沒有 看到大眾媒體的 效果 和力量 影響力 所以 我告訴你 幾個禮拜 趕緊 自己 固定 大家 有一篇 演講座 透過大眾媒體 不管 報紙 十幾 電台 電視台 還是像 海外網 這種 有影響力 的媒體 這樣 你所說的 台連 主張 這麼 越近 越大 我記得 這個 王本府 他以前 都去每一個 鄉頂 去 演講 那時候 我也都講 他的演講 六頂 放在那裡 很多人 在 搜尋 他的 影響 是 很大 聽 那時候 包括 各 民眾也好 民眾也好 大家 都聽說 王本府 一路 標 升 所以 都 打 王本府 所以 我是 感覺 你的 口袋 你們 台連的 力量 已經有 夠了 但是 要欠 一個 大眾 傳播 每個 禮拜 在台灣 媒體 向 台灣所有 的 聽到 來 說明 這樣 這個 台連黨 你個人也好 你的 團隊也好 可以靜靜 讓台灣的 社會 接著 對 你的 支持 和 訪戰 所以 我 你一定要 用 你本身 台連的 團隊 透過 大眾媒體 來 選擇 來 做一個 影響力 這就是 非常重要 因為 對 對 跟 台灣 海外 人 人 很少 你想 有十 人 沒有 五 人 沒有 有三 人 沒有 所以 你可以做 一個個人 可以做 所以就是說你要趕緊透過大眾媒體 我本身比別人比較不一樣 就是我會借重大眾媒體去影響其他人 我上次也沒記住說 海國防自己可以影響100萬人的獨家 我也不知道說因為這種力量讓台灣的教務委員 對海國防還是對我本身 因為我有時候是反政黨的 但是有時候他們也會把我撐背 因為照他們說的口氣 我就知道他們也很害怕 也很欠傷 也不只要跟他們那些 所以就是說台連一定要爬起來 因為這樣會是對台灣的社會 對台灣的政局 對台灣的未來進入榜山 加油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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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不想一想 我現在要有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現場的參與者 你如果你有意見 可以再報一想 因為還有一點時間 前面我忘記了 我先說一說 剛才提到的那個不錯 所以如果有人在在打電話 跟你詢問 你不能隨便拒絕 看要叫你做什麼工作 你不能隨便拒絕 我是最後一個人來做comment 我想說這個人力工資 一個攻擊面跟一個需求面 本來就是市場機制 所以就變成兩邊 你像我欠香港那些高金融人才 最難不大一 我們就應該要給他offer很好的條件 稍微吸收得來 所以你如果offer那麼好的條件的時候 你就offer了 你什麼辦公室一大堆 到時候簽不完的 整個都給新加坡簽了 你還說 其他人 我們提到說我們這個公司 不只是金融科技人才以外 半導體的 他們把你分析說 你才對那些人創作出來後 幾年要幾個什麼人 我們自己訓練的人就是沒什麼搞啊 所以你到時候來的時候 你也需要說 他們金融科技人才給你做 所以最近呢 台灣叫印度有簽了一個人才 甚至要安裝人勞力 不是我只是說來 出土地而已啦 反正有印度的理工人才 我怎麼這麼多啦 所以本來就是公司 那公司的話就是變成說 你如果出土地不夠 我們沒有要來 你如果真的說 沒有來我就一直增加 所以本來就沒有一定說 一定要什麼是最低公司多少 當然啦 有的那個固執 你如果沒有把那些規定的意見 要欺負這些人欺負一點點吧 我們提到了這個勞工呢 現在說到的 剛才提到說是那個 很高的啦 那些科技的那些金融的啦 但是我們台灣現在沒有那麼多人 所以工廠裡面叫很多人 叫很多人來 然後建教合作就是要叫他去做工就對了 除了這個以外呢 還有那個是什麼 家庭照顧的啦 還是說照顧老人家的 所以每一種的城市不一樣 如果都是在本國 你就有辦法處理掉了 這樣我們就是 不必要經過仲介 因為公司裡面就有那個人事部門 它有一定的管道在進行嘛 但是如果說是像工廠說 我現在要去一個工廠 我需要三百人 不夠人 所以他要到外面去找的時候 工廠也許沒有問題 因為工廠我們這麼大 是一個團體喔 它可以說去哪裡 這樣談到什麼建教合作 請很多人來 但是一般的家庭 一個一個人而已 我只是我要請一個 我家的一個人而已 我家台灣這些人都沒有 這個工作沒有人要做啊 所以我只有這個需要要找外面來 所以這個時候政府就要介入啦 政府就是說 說啊不然這樣子 我有需要政府的工作 想要做不到 我有一些仲介公司 仲介公司本來就是賺錢的嘛 就要說幾%嘛 這個幾%的錢呢 是他有收到錢 他有服務的項目要做什麼 所以如果仲介來的時候呢 也是一定啊 不是說我現在喔 要叫人 要叫好人 要叫什麼 這樣是不可能嘛 你一定有市場價格嘛 但是你沒有說一定要說本勞 外勞一定要一樣嘛 因為這個市場上面呢 你台灣人你就叫他來做 他就永遠沒有要做 他又少錢給他也沒要做 所以外勞來不然對嘛 但是如果可以不必要那麼高的時候 尤其是工廠生產的時候 他需要算成本嘛 勞力成本多少多少 你做出去的東西才有競爭力才有來嘛 所以本來應該都是市場機制 那這個市場機制之下呢 我們會考慮到 我們台灣人也是好心好心嘛 不會說做一個啦 比較輕鬆啦 所以來到的人生病 我們也要照顧他嘛 但是齁 你像你說的 我們有不同的義務啊 我們回家的心呢 我買給他出的錢 我買去買房子 買沒有房子啊 我這個 福利賓來的這個老師呢 來這裡幫你做幾年了 他回去買三間房子了啦 所以我們不一定叫做一定一致嘛 但是他願意來 這個薪水願意來 所以這個本來就是要放到市場機制 我們訂一個賣給他那個 那個固執最多的壞錢 因為這時候為什麼有做惡質的固執啦 啊質疑呢 說 目前 照你講的時應該是勞動部在管的對不對 啊勞動部在管的時呢 他 那 我所來自哪些是仲介 仲介是政府同意的 這個仲介呢 目前呢 有沙沙多少資源呢 童文勳在川崎中的時候 你跟我們說去 你才說 一年 你看一個人 你如果像你說的時候 75萬的外勞 剛才加其他一百萬 一個人薪水那時候就三萬塊 一年就四十萬了對不對 四十萬 除以七十五萬多少 幾億 哦 所以童文勳那時候 怎麼跟我們說 這個 整塊餅呢 是八百億一年啊 我不知道聽到對不對 你如果記不 你如果有聽到的時候 很大的餅啊 他有講過 這個是有很多問題啊 童文勳雖然起電話時是 日空 日子啊 不啦 故意情啊 他有提到一大堆資料 尤其還可以照得出來 所以我知道呢 我沒有研究 但是我知道裡面 很多磅 很多磅啦 啊 因為呢 這個裡面有藍 有利大家都試得好色好色 大家都有吃到 所以 不會拿出來 如果真的你有機會出來的時候呢 你會知道的很清楚 咱要倒楣 湯在倒楣 那就是 最後一個還談到 如果 這個菲律賓 還是說印尼也沒要來啊 因為現在 他們的科技嘛 因為新南向 菲律賓 印尼 印尼 越南 也開始很多 你需要本地的 不用走 不用走 那樣的工作 人家做啊 不一定要跑這裡來 所以到時候會從哪裡來 如果中國說他的生意都壞了 都外語啊 都都 人工都失業 會不會來這裡啊 啊 很恐怖的 很恐怖的 如果 中國人來的 那是 中老的 他除了做工作以外 會有什麼後遺症 很多很多啦 當然 這個是不是在福茂 條約裡面 可以管理的字 但是 我們想其他的 我們鄰國都可以 按照這個市場機制 我們不用說 叫安的本老 一定要綁得實實 因為 你如果是 不要富高一點 人家 沒辦法來 你來高嘛 那你如果可以 不必要那麼高 人家就願意來 福利賓 新加坡就不用管 你怎麼來管 所以市場嘛 你不用得 假製一個名利 其實就是你客公 讓這些仲介好康的 因為 按照這個基數 乘以多少% 仲介要去挑啦 所以 仲介你反對 反對什麼東西 就是 他的利益啦 叫人權沒有關係啦 但是如果是碰到 中國的時候呢 我想這個就變得 大條的啦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的那個 胡茂 擋他的時候 我們隨便的工人 隨便的那個 胡茂 隨便的 隨便的投資家 從中國來了 我們都要心存 國安的觀念 要注意到 安全考慮 這是我一點評論 不知道你有什麼 整體的評論 然後其他的人 其他的 的這個參與者 今天你看到 如果還有意見的話 剩下還有 二十幾分鐘 所以你可以多多評論 沒有問題 你要先請 拜託 好 OK 這樣我來一一回應 我知道我們這個論壇是 成名制限 建構的論壇 但不理會 因為幾次的選舉 我就覺得 我們在說這個議題 跟對這個基本的 一些基層的民眾來說 他們會覺得 你說這個很憤怒 還是說就是 他會覺得說 他要吃肉就好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們 政治是這樣 我們就是 我們也是要看說 阿虛平說一句 名之所欲 藏在我心 就是說人民在想什麼 人民需要什麼 那我們作為一個 政治的決策者 或是說 我們一個主張 我們可以讓人民怎麼 來支持我們 我想這個部分就是 民主時代就是 可以這樣來去做 不理會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這幾年來 民進黨 他沒有跟上的部分 就是說 教育內容的改革 我在在主張 因為你叫他去 改修廳說 你要來支持我綠的 那一開始 我就 我會覺得 我討厭藍的 我就支持綠的 但是支持了 五年 十年 十五年之後 我覺得 有一些人 如果有感情 你會去想說 我真的要繼續支持 綠的嗎 那你綠的做的 跟藍的 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部分的問題 會跑出來 那怎麼會不一樣 你在這個社會 你如何 譬如說 我也聽到 有些政黨說 國民黨不倒 台灣不好 國民黨倒啊 國民黨有倒啊 但是台灣也是不好嘛 我們就要回過頭來去看 是一些政策 或是說 不管是藍的綠的 我受的教育都是 國民黨那一套的 所以這 你就可能沒有跳脫出來 或是說 其實做出來的決策都一樣 那這個就會很麻煩 所以才會說 很需要 我一直覺得說 很需要 我們台灣特殊的狀況 就是我們有很多 有些人都去海外 都在海外 那在這個時期 六七十歲時 大家願意回來 回過頭來 看看自己的故鄉 然後把在海外 覺得 欸不錯的 我在這裡感受到 不錯的制度也好 教育也好 環境 怎麼樣建設也好 可以帶回來到 自己的故鄉 台灣這樣子 但我是覺得說 其實兩拜的 民進黨之前 他對這席 不說很注重 就不管是 陳總統時代 或是蔡總統的時代 所以當然很多人 對這個賴總統的時代 其實是比較有期待 那會怎麼樣 其實我們也不曉得 因為教育的內容 都沒有改變 一樣在開羅宣言 一樣 就是對我們 自己台灣的 土地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說 我回過頭來 就是說我比較 我們回來 重視人民想要的 他切身 他關心到的 就是說 我生病了 我需要有人照顧 的時候 那我的經濟 你就是說 怎麼我們付出的 比他這個人 在新加坡的 還要多 我台灣的經濟 有比新加坡好嗎 有比香港好嗎 為什麼我們付出的 這個經驗 是比他們更多 我覺得這部分 我覺得台灣人 我們不是潘納嘛 而且我們搞不好 我們就是潘納 我們也沒有把自己的經濟 搞得更好啊 那這個問題就 一定真的要好好來思考一下 OK 那剛才 CP黃嘛 有說就說 我們整個台灣 禁戶啊 企業啊 滿腦子都是想錢啊 那真的是這樣子 你學校 學校來 老師 可能 我是覺得是整個社會的氛圍啦 譬如說 一個老師 他覺得 他的學生 怎麼樣 是比較有信仇的 哦 就 上市公司的老闆 或者他變有錢了 這樣 他可能不會覺得說 他的學生 做了一件什麼 有意義的事情 他覺得這個學生 是很棒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一個社會的氛圍 我覺得需要 大家一起 這個 這個部分 需要大家做回來啦 大家做回來 來去說 那個 所以 因為大家都在想錢嘛 所以就 不容易清廉啊 因為 你看 民進黨 他是 他的主張是 清廉 情政 愛相土 結果 我覺得這很重要 我也很支持啊 但竟然最後是被 被誰笑啊 就是被 時代力量 還是被 反正就是 被柯文哲 被柯文哲 他常常拿出來 這句話 常常拿出來笑民進黨 其實我是覺得說 心裡也 雖然我不是民進黨 但是 我們這種 在台連呢 又這麼久的人 就是心裡面 就是 一定是很早期 就是 未及其民進黨 開始了嘛 所以心裡面 都會有個 民進黨情節 所以你在 在念的時候 你會心裡會覺得說 對啊 我們期待 就是 這樣的一個 政府 這樣的一個 的家園 沒有做到 到底是問題 問題是在哪裡 我覺得 真的是需要 去一直不斷的檢討 那剛才你的曾博士 你說你的家主 他現在 我們台灣 也有很多 變相的老公 就是 用這種 學生的方式 就是說 他是來台灣 寫讀書 但是他其實 都在工作 那這個是一個 什麼變相的 他們就是 反正 因為 少子化 有很多 學校 也沒學生 所以他用這個 風險 變相的 就是 那個 把東南亞的一些 學生 帶進來 然後 他們可能 18 19歲 20歲 左右 然後 掛了一個 學校的 學生證 是在 某一個 學校裡面 但實際上 他在某一個 餐廳 飯店 在那 工作 對吧 所以這是 我所知道的 的狀態 這個也是 畸形 就是你 你這個政府 都不知道 這些情況 或者說你允許 你特許 這樣子的情況 你需要勞工 就需要勞工 你需要學生 就需要學生 那他又要 就學校 然後 又欠缺 勞動力 那個來的人 他其實也不是 真正想念書 他想要 賺錢 所以 這個就想出了 這種奇奇怪的方法 就是這樣 那 其實 我也很感謝 那個 蔡社長 社長 經常鼓勵 然後我們 這個 會盡力 我們 其實 你如果有注意 其實 我們是 過去幾年 應該八年的時間 我們 每個禮拜 都有在 台灣時報 因為他們 有給我們邀稿 我們就是有輪流 我們有一個團隊輪流 在寫文章 在關心 國家的 政府的政策 什麼的 這樣子 但可能 又不夠多 所以其實 我們就 繼續努力 我也知道說 我們 得到的票數 也不夠多 但是 但是 如果我們決定要努力 我們就繼續好好努力 這樣子 因為 這是阿輝 他的心血 那 我們不應該說 因為制度的關係 這就 然後 我們應該把我們自己 想要說的事情 或是我們的主張 要盡可能的 跟 更多的人 說 這是 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的義務 所以 我們 就繼續努力 我們努力 看 不然說努力 看看 我們就是 用 生命去努力 跟大家一樣 過去一樣 就是 這麼愛台灣 我們很愛台灣 但是 我感覺 我們實在是 有 我們去 我們的政治人物 不夠認真 實在說 我說 那天 去感受到 就是 就是大家去政府裡面 去中華民國政府裡面 然後 對於說 台灣 對 建国 對於說 我覺得 我覺得 不說 就很少 已經 好像 重心不在這裡 重心是在於說 我會坐到哪一個位置 然後 我就有一個 名 這樣子 我覺得 其實 這個部分 嗯 也是 最老君 就是說 就是說 對 對 那 那個 制度上面來講呢 又 呃 就是 你 你現在 所有看到的 每天看到這些新聞 就 呃 大家說 一樣都是 嘲笑也大 但不一樣哦 大家記得 因為 當總統的時代 那時候 李總統還在 而且他剛才露林 那他在政商界都其實還有一些支持嘛 那後來有台灣團結聯盟 台聯黨的成立 呃 第一次的選舉 在那兩親控一年的時尊 提到十三個立法委員 哦 那這個十三個立法委員 他就有一個黨團 所以在立法院裡面 哦 雖然說 就是說十三個小黨團 那另外還有民進黨 但是這兩個台派的黨團 在對抗 那個 中國的 請中的黨團 國民黨 清明黨 跟新黨吧 三個 二比三嘛 哦 那你現在 劃賴總統的狀況 一來我覺得 我覺得是 因為已經做過 有些人已經做過一些官了 他已經嘗到 就是在中華民國制度裡面 一些甜頭 然後 他也知道怎麼偷懶 他也知道哪個位置是比較輕鬆 然後有錢的 所以 所以在 在這個2024年 跟20 2024跟2000年 經過了24年 我覺得 人也不一樣了 然後心態也不一樣了 然後 記得 一起 在野在朝的力量 也不一樣了 所以 你看 賴總統 他沒有 他在立法院裡面 他沒有兩個黨團 挺他 他只有一個 唯一一個 民進黨黨團 51席的黨團 但是又是第二大黨而已 不是第一大黨 所以 我覺得他相對的 那個力道就是 沒有 沒有像以前 那個陳水扁總統的情況 有 就是有一些 比較不好講的 你在執政黨裡面 不好講的 就是有 有在野的 那個更台灣的聲音 在講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只能 從外圍啦 就是 為外殼 這樣子 只是說外殼的 就是我大家組完 是不是可以 比較集中的 比較作惠 這樣子 這個部分 我覺得 真的 可能大家 也 一起來 為台灣好的話 也是要 有一些 有一些 一起的想法 上次 有說 有咖啡店 對 這當然也是一個想法 但是 現在 可能 可能蔡社長的就是說 你要每天要露出啊 要 那個要 要講啊 這樣 這也是一個方法 不過你看啊 像 高嘉瑜 他每天都在露臉喔 他在臉書啊 他的曝光度 也非常的高喔 但是呢 這次 油圓是 沒條 我只是 隨便 我想到的例子啦 所以我覺得 台灣 要大家 重置層層喔 還是要有 大家 比較組織的 開籃啦 因為過去幾年 大家 相挺的一些人 或是政黨 可能就是有一些 出席 或是說 不一定說 走到我們 的理想的 的 這個部分嘛 所以 但是沒有關係 我是覺得說 我們 就是 本來就是 不那麼簡單 就可以走到 我們想要愛的 那個地方嘛 那個 阿飛鞭啊 其實 他不是不知道228 他不是不知道 他做一個台灣人 他是去用棋子的 但是 他 還是走進了 國民黨裡面啦 然後 其實我可以想像 就是他的 很多人罵他啦 我知道啦 其實我以前 年輕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說 這個人很怪這樣子 然後一下子 什麼用總統的身分 一刻又用 那個什麼 我是黨主席的身分 但是你後來去 去 有一個長時間 然後去觀察 就是你會覺得 那是一種修煉啦 不簡單啦 因為 他如何要去跟這些 所謂的外省的這些人 他們已經鬥得亂七八糟了 然後 還跑出一個台灣的李登輝 那要怎麼 怎麼處理這樣子 所以是蠻期待說 賴總統有一個他的高度 然後他的高度是可以看到整個台灣跟國際局勢 然後是以台灣人為主席 我們台灣領導台灣的人 然後而不是在那邊 很空洞的進步派 或是空洞的公平人權那種的 我覺得 我覺得就別了吧 就不用啦 就是 這個真的很不需要 因為 你現在像 我說勞動力的這個部分來講 你就會讓 台灣的勞工 他也是領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塊的勞工 他想要去做外勞 因為白白都一樣的薪水 我的薪水還要拿去 我還做一間房子 一間小套房還是怎麼樣 我還吃飯 現在水電又都 上漲 外勞都不用管水電上不上漲 這甚至是很不公平 這當然很不公平啊 然後一樣工作十年好了 本勞他還是 他可能存了十萬塊或二十萬塊 還有他之前可能念大學 要去繳那個還學貸 那這個外勞他已經可以回家買三棟房子了 這怎麼叫公平呢 這不公平啊 我們並沒有 拿繩子去把外勞綁過來台灣工作 說叫你一定要工作吧 那我們是用一個制度 來讓 就是我們有需要這勞動力沒有錯 但是 歡迎 這個你們來 可是 大家都知道有不好的勞工 有好的勞工 有不好的雇主 有好的雇主 人嘛 所以你一定要把制度 法律 弄得清楚 啊不是說 我們就用得很相怨 就是說 大家都好啦 我們是好人 台灣人真的很善良這樣子 對 我們台灣人已經熟悉 在一九十五年 一九十九年 一九十九年的時候 有沒有 你接待 這個中國人來到這裡 那麼多難民來到這裡 然後讓他最好的 讓他家庭 讓他房間 讓他有頭路可以走 有公務人員可以走 這些已經 我覺得台灣人已經 台灣人現在只想要有一個公平的制度 你就對台灣人公平就好 你不是一直依照外國人 不管是外配 中配 什麼配 對 我們是需要 國際化的 沒有錯 但是你一直把自己縮小到很小 然後說自己很善良 我覺得這真的 我們台灣人應該沒有自虐狂 老告訴你這是台灣民族的個性嗎 就是我們很好的 我們都很好心的 都為白人卸賞 然後我們自己 最好都存一點點就這樣 再見了 再見了 我覺得 應該是 所謂的公平是 對啊 我現在對公平有點覺得 怪怪的 OK 好 我跟大家 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看到 張宗永兄 說你獨頭部 那個 不要兩次 所以 你三聲 好 沒有啦 我是要跟他按讚 說今天一年 說完之後就好了 我是三聲 不好意思 拜拜 好 沒關係 你先聽到 你不可能要說的時候 可以再說 要有幾分鐘 我剛才說的 老高一點去 外老請人來家裡看老大人 老大人 當時要去上帝不知道 隨時都有可能補出去 本來想說這次我所有的頭路都死了 我要來臺灣做工作 賺了幾塊錢 結果來不老久 老大人說幾塊兒子補出去 他要回家嗎 他要回家的心 我就找多少錢來 所以我不知道 現在像這種狀況 你說三日 幾日 我就沒有人在這裡 老人回家了 所以我沒有付錢 什麼人要付錢 這有實際上的困難 所以我不知道 我們的仲介收錢 收到他的commission 他的責任是包括什麼東西 要照顧什麼 其他的事情 是我們的政府有一個什麼 紳士中心 收容中心 他可以在這裡等一會 有時候不用怕說這個老闆就把他掛掉 說我們家裡的樓還沒在 所以我這裡都要掛掉 你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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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掛掉那樓邊群 所以怎麼照顧 然後有安撫 甚至有人有新的人 不用下去 還有單位外面來 可以說 還不然這裡有這個鋪 這裡有這個那些 在那裡等的工作的人 我們怎麼從就近來用 我想這個我們的勞動 勞務部 還是說那個commission裡面 有什麼中心裡面 他有一定的版本 我們是沒有進去看 也許他不會說這個人 他不用走路去做外逃 他如果說我 什麼差點差點 我這個阿嬤就死去了 所以我沒有走的 我就病 所以他就走去做外逃 外逃 外逃 死去走路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他會貪心的人 你要賺大錢的人 一年七百倍 他會把種種這麼大的 把一個人給他本的人 他的責任 他的義務 要把政府給他本 什麼東西他會本 什麼錢 把國家的稅金來本 如果你有時間的話呢 我只是這樣懷疑而已 但是我退外 我希望說 他有種時候會做得很麻煩 他會比較賣 他會說 我就這樣生三生 我現在 常常要拐 跟公司要收拐 都比較有預測 但是醫院要兩次 那不然就回去了 隨時就回去了 所以 裡面 我們在談的 有包括到 高科技的 金融人員 有什麼高科技的 台積電的員工 有可能是工廠的員工 也有可能是照顧 還是家庭看護 所以 我們是覺得 如果是因為 我們是最好 沒有人要說 沒有人要改 所以 我們應該做 黨人財務的 夠人圓的人 但是 這樣的話 才會讓我們 真的有競爭力 因為 你的生產 不需要那兩個 勞工成本 你可以節省一點的話 也增加我們的工廠勢力 不過 日本人知道 他 老人 很多 小組 很多 所以 開放很多 移民政策 最近 開放 然後 他也知道 有很多地方 他要變成為 AI 變成了自動化 所以 很快就變成 不需要那麼多人 我們 當然也要往 什麼樣的路 在什麼階段 做什麼事 有人要再說 沒有 在那裡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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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還要報什麼 沒有 我也是 一個問題 好 我請問你 台灣 我們說外勞 最 外勞來台灣 最主要是 國勞人 減最大的 百分之 現在 不是 是 產業勞工 比較多 就是在工廠的 現在工廠的 因為 請說 在那裡 在那裡 是 因為 便宜 裡面 九點 以後 家庭的人 不能在便宜裡面 都沒有 因為 台灣 我知道 在便宜裡面 自己的人 可以 過便宜 那給便宜 做生 很不 安靈的 一種 情況 那裡 工廠 就很糟糕 那不好 但是 在那裡 總共 真的 自己家庭的人 很嚴重 的時候 他有 一種 累積的時候 二十四 休息 那都是政府 有這個 所以 你不用去請 這個 但是 我在 港台 的 朋友 沒有一個人 還很難 在家庭 沒有人 照顧的時候 去請外 家庭的人 台灣來 這些 老人 家庭的人 有去請 菲律賓 那 有的老人 都很難過 要是 就叫那些 外老和他做的 睡 家庭的人 就叫家庭 給他 所以 我 看到 因為 港台人 和外面來的人 特別 台灣來的人 他的 mentality 沒有受傷 這點台灣應該可以先做的錢 那些外老用 那些錢 那些錢 可以說 你便宜 裡面 保守 家庭都不可以 九點醫 對 對 對 那就是該關心節問題 我想這是 不一樣的 國家有不一樣的制度 我也記得 美國的 便宜裡面 在裡面 也不給家人說 進去在旁邊 照顧 但是台灣那些 就不好 那就賣 對 我覺得 另外一部分 就是台灣的 那個 醫病 護病比 就是護理人 護理人員不足 你看 最近 你在說的那個有沒有 那一個護士 要顧到 13個 13個病人 15個病人 那我是 我不瞭解 那個 美國的狀況 但是 我們台灣就是 他好像是由 那個 照護的人 來補充 這個人力 但是真的 這樣子 醫院就容易很亂 包括你說 疫情的時候 容易傳染 這也是一個 一個部分 那 我覺得 其實 我們說外勞的問題 我覺得是 人就會有問題 是人 只要有人在 因為人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 需要法律 需要制度 來這個 框住一些 但沒有辦法完美 或是說人人滿意 那 剛才那個 莊聖經會長 你在說的 你在說的那個 是說 如果他們 照顧的人走 他們 都有相關的規定 也當 比如說 他是由仲介的 接進來的 那仲介一定會幫忙 再處理 再轉介這樣 那 那我們台灣 這個問題就是說 其實我們 很多是需要 幫庸的部分 但是呢 他幫庸的 額度名額很少 所以都是用看護工進來 然後呢 就是說 那個家裡的事情 你可以幫忙做一下嗎 像這樣子 也 我們就是很 我們就是讓新加坡的規定的清清楚楚 要看護就是看護 要處理 要照顧的 要打掃 幫忙的 就是這樣子 那個什麼 金額也不一樣 人家就是 弄得很去 我覺得我們就是 沒有辦法弄得很去 或是說 應該就是 我們就是不夠用 或是我們有需求 但是 但是沒有 所以才會變成很多黑戶 那 其實我 我補充 我補充一下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有一些仲介公司 有那麼高的利潤 跟他們為什麼要借錢來 他們跟誰借錢 然後來台灣工作 他要還錢 所以標息公 他們完全就是沒有領到27470 我們給他保障的基本工資 其實 他們都拿不到 為什麼他們還是要來 他們借錢他們都要來 因為他 他們就是 他可能一萬塊 一萬五千塊 他就要來做了 所以他 剩下的 扣掉的 仲介給我抽走 我都甘願 所以這個部分 那雙方兩個國家中間的仲介 他們都在 他們都在 把這個人力 就是抽他們 抽取他們的錢 尤其是 有一些大的仲介公司 他們一次都進好幾百個人 對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的外勞的 這個數量需求 就是不足 所以呢 也就造成了 讓你我們的 我們的公家機關 勞動部 還有一些立委 他有一些可以伸手的空間 就是說 我今天我來 跟勞動部長說 我這裡有需要 一百個 這是我說的啊 我說的 你學會給我 所以這個就是 變成人質的狀態 就是他不是什麼 什麼照排隊啊 然後他的主管機關 全責機關 他有一個拿捏的這個部分 所以他就可以拿撬啊 因為不夠啊 因為不夠 所以我要透過走後門的方式 來去找到我要的勞工啊 因為我勞工不來 我整個營造 我都沒有辦法去除了啊 我後來會更多啊 所以這一定是 這一定是 最後會來到資本主義的考量 就是他的需 供需的問題啊 這樣子 嗯 那其實我覺得 呃我覺得 台灣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看新加坡 它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所以他們可以政府去跟 對方的政府 政府對政府談 然後那個中華民國 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沒辦法政府出民 所以你都派一些用什麼 就像我們那時候 對中國用海基會一樣 那所以你就用一堆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會 去對上他們的仲介 或是我們這邊開仲介 去對他們的仲介 但那只是民間團體而已啊 只是企業界而已啊 所以沒有那公權力的部分 他就是把它 有一部分 他送給了這些企業界 給他們去務嘛 給他們去談嘛 我政府這邊什麼 我就改管 人民需要 那種路動的一些問題而已 他不是解決全部 他就是反正 你們有在講 我也應付一下這樣 但是他沒有實質 去真正的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問題 這還會回到我們正名制限啊 我們還是需要建國 我們需要一個正常的國家 對 對 馬英九 剛才去中國 他們的辦公室主任 馬辦 消息成功 你這個就是因為中華民國嘛 所以呢 如果你叫做台灣的話呢 那我們就不可以去了嘛 因為是中華民國嘛 所以如果是 那個 也是你如果去看新聞 你就知道說 他也說 你們就要說中華民國 所以我就可以去啦 你如果說你是台灣的國家 我們就不可以去啦 OK 所以 大家都知道 現在可以把他處理一下 戴金頭可以處理一下 如果他沒有聽話 可以處理一下 如果他會處理一下 抱歉 要把戴金頭處理一下 比較快 OK 好 大家磨刀禍禍禍了嗎 是啊 大師兄跟你說 方法他要聽嗎 我想說 他也很多困難的啦 但是呢 他也不可以對他太客氣啦 他如果 沒有 一個樣子 要做小弟 沒有要做 10個人 如果他處理一下 應該是沒關係啦 謝謝 今天 有人要再說 他今天已經 兩點鐘 很厲害了 謝謝 謝謝 下一次 趙亮兄走 趙亮兄 趙亮兄 又可以說 他又兩三天 就可以回來了 OK 希望他很快就回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大家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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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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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